大家好,这里是梦翔文学,喜欢我的故事,请点关注,每天都有好故事说,与你听。 北宋时期,江宁府乃南方名城,福春街则是城内最繁荣的一条小吃街,时刻云集,生意红火。 可这日,清新阁酒楼的刘亦德,掌柜,愁眉不展,坐在大门口,唉声叹气。 这时,一个伙计背着包袱从酒楼里走出来,安慰道,大掌柜,您想开点,大伙都走得差不多了,我也得回乡下伺候老娘去了。 都走吧,刘亦德喃喃自语。 当年,清新阁在整个江宁府无人不知无人不晓,鲁味犹赋盛名,一年四季生意兴隆。 可今非昔比,两年前的一次地震,让清新阁一锅秘制劳炉水统统洒进,菜品味道大不如浅。 眼下酒楼萧条冷落,让刘亦德心如刀脚。 正在刘亦德烦心时,一个声音响起,长贵的,给点吃的吧。 刘亦德抬头,见是个年轻乞丐,约莫十八九岁。 刘亦德细细打凉,此人虽落魄,倒也不卑不亢。 刘亦德生出测饮之心,便说,进来吧,我炒个青菜,再给你几个馒头。 小乞丐亮亮呛呛走进酒楼坐下。 不一会儿,小菜和馒头都来了。 小乞丐饿极了,张开大嘴,风卷残云地吃了起来,很快吃个精光。 小乞丐抹了把头上的汗和嘴边的汤汁,扎扎嘴道, 长贵的,小生自小在酒店帮厨,你要是愿意雇我,只要给我一张草铺就行了。 刘亦德摆摆手,叹息道,年轻人,你没见我这酒楼生意惨淡。 半个月后房租到期,我就得关门走人了。 他看了小乞丐一眼,接着说,你若不嫌弃,店里的帮工都走了,正好缺个打杂的,处理下杂物。 小乞丐就这样留在了清新阁大酒楼,说来也怪,眼看就要倒闭关门的酒楼。 接下来的十几天理生意却蒸蒸日上,顾客源源不断。 原来,小乞丐调制出的卤水汤料香味独特,回味悠长。 有了这卤水,烧出来的饭菜都其香无比,酒楼每天都爆满了慕名而来的时刻。 这小乞丐,真名叫宝生,是从外地逃荒过来的,之前在饭馆里当过小厨。 他对刘亦德说,这卤水方子是舅舅传给他的。 时间久了,刘亦德问及宝生的身世,宝生总支支吾吾,遮遮掩掩,不愿多谈。 宝生话也少,从不到大堂接客端饭,出门也总是带好斗笠,低着头不愿与陌生人接触。 一晃一年多过去。 这天傍晚,突然下起了暴雨,酒楼客人很少。 突然,刘亦德听到柴房传来一阵稀稀苏苏的声音,他寻思,是讨饭地跑到我屋中避雨了。 可怎么不进大堂,跑去柴房? 刘亦德悄悄摸到柴房,提起灯笼一看,一个熟悉的身影立在他的面前。 宝生,你怎么不在后厨,跑到这里来了? 宝生很慌乱,他脱下缩衣,吞吞吐吐,长贵的,没什么。 刘亦德看着宝生,觉得哪里不对头,说,雨下大了,客人走差不多了,你收拾一下,回屋休息吧。 很快,天黑了下来,殿堂里一个客人也没有了,一个小伙计正在收拾桌凳。 这时,远远地进来一个汉子,他满脸黑须,头戴一顶粘粒,脚穿一双皮靴,胯口挂把板斧,手里提把坡刀。 他把粘粒先在脊梁上,敞开胸脯,坐在殿堂正中间,高声喝道,快给大爷端酒上菜。 跑堂的一看,心里早出了三分,连忙回道,是,是,小的这就去准备。 刘亦德出来一看,此人来者不善,又想到刚才宝生异常的举动。 忽然一个念头冒了出来,刘亦德赶紧笑脸迎客,客爷,请问您想吃哪些菜? 随便。 汉子死死地盯着前方,眼神冷得几乎结冰。 这有些,不好办吧? 刘亦德脸上的笑容顿时僵住了。 好不好办,要看我手中的刀说了算? 那汉子冷哼一声。 当然,当然,您稍等一会儿,我这就去办。 刘亦德忙退回到后厨,见宝生神色慌张,他盯着宝生问道,宝生,到底怎么回事?你一定隐瞒了什么?快说吧。 谁知宝生扑通一声跪在地上,哭着说,大掌柜,救救我吧。 刘亦德沉吟道,果然和你有关。 说吧,怎么回事? 宝生抬起头,揭开了老底,我舅舅原本在西金府开着一家酒楼,我帮着他打杂。 后来,辽军南下中原,我们被一起掳掠入辽国王爷府。 因为舅舅做得一手好菜,我们被安置在府厨当厨师。 有一次,我在给王爷上菜时,在窗外无意间听到王爷与手下在密谋篡位之事。 后来在一次宴席之后,我酒后说漏了嘴,这还了德,王爷肯定是不会放过我的。 于是我连夜逃出府中,南下避难。 一路上风餐露宿,我一路乞讨,逃到此地,本以为不会再有危险。 谁知。 刘亦德问,你确定这人就是王爷派来的杀手? 宝生一五一时到来,我以前同您讲过,我八九岁时父母双亡,我从家乡一路乞讨到西金府投奔舅舅。 途中,遇到一个同样逃难的少年,我们一路相互帮助才到了舅舅家。 少年被舅舅推荐到一户富人家当短工,我们还一直有来往。 后来,这个少年也和我们一样被撩人抓去。 少年正是今日这个大汉,他被迫加入进卫军卫王爷校里,成了杀人不眨眼的恶魔。 我刚才出去买酒,一时大意把斗笠摘了下来,恰好被正在酒方里喝酒的他看了个正着。 当时,酒方人来人往,他不便下手,没想却一路跟了过来。 看来,凶多吉少。 刘亦德想了想,忽然拍了一下脑袋。 宝生,这么说来,当年你和那个少年一路上形影不离,一起去到你舅舅家。 宝生苦笑道,事事难料呀。 刘亦德胸有成竹地说,宝生,这汉子想吃的菜,由我亲自来做。 不一会功夫,刘亦德就做好了,亲自端去给那汉子。 他微笑道,客爷,天气寒冷,小的只做了一碗热汤,喝下去暖暖身子。 那汉子瞟了一眼汤,清汤寡水。 他眉头一皱正要发作,忽然闻到一股熟悉的香味。 他猛地低头看那碗汤,汤色醇厚,里面没有山珍海味,只有几块冬瓜。 汉子右手颤抖着拿起勺子,喝了一口,汉子的眼睛渐渐有些湿润了。 不一会儿,他就将一大碗冬瓜汤吃了个精光。 掌柜的,结账。 那汉子放下筷子,好久才缓过神来。 刘亦德微笑道,客爷,这汤不要钱的。 我斗胆多说一句,这只是我徒弟的一点心意。 东西健薄,但情义深厚,他只是一个微乎其微的小人物, 只想平平安安度过后半生,还望壮士手下留情。 那汉子犹豫半赏,缓缓说道,什么话该说,什么话不该说,让他好好掂量。 说完拿起刀,带起瞻力,大不留心地走出了殿门。 一旁的宝生气不成声,多亏掌柜大哥,今日我宝生能,逃过一劫,实在是令人意想不到, 您的大恩大德,我永生难忘。 刘义德望着那汉子远去的背影,微微一笑,道出了缘由。 其实,刘义德一听说,那个侍卫和宝生是一起逃难到舅舅那儿的, 就想起宝生曾说起,兵荒马乱那么多年, 他吃过最好的一顿饭,就是刚到舅舅家时, 舅舅为他们做的一碗冬瓜汤。 虽然只是几片冬瓜,但汤头里加了舅舅自制的卤水汤料, 其鲜无比,更重要的是,这碗汤,让他们在苦难中找到归属, 所以记忆犹新。 杀手发达后,山珍海味品尝无数, 但过去的苦难生活深深烙印在他的内心, 何曾想,今日又吃上了这冬瓜汤? 此情此景,让他不由想起当年对自己救助的恩人, 冰冷的心融化了,最终放下手中屠刀。 刘亦德说完,感叹道, 世间冷暖,人亦有情。